我要打电竞 你们俩就给我这让我打电竞 说起电竞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都是头戴耳机 说我止尽 全神贯注盯着专业防徽显示器的电竞选手们 但假如有一天别人跟你说 用一台一体机也能打电竞 大概率你是会露出和我开头一样的表情吧 但别说还真有厂商就是不信邪 要推出这样的电竞一体机 本届二斤自制就让我们去看一看 这样的一台主机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电竞体验 现在我身后放着的便是来自七彩虹的G1 Plus一体机 其实G1这个系列算是由来已久 早在三年前就发布了第一版产品 当时还是i58300H的时代 这回也算是久违的做了一次升级 首先最明显的升级就在于整机的尺寸上面 从之前搭载的27寸屏幕升级到了如今的31.5寸大屏 估计这也就是它叫G1 Plus的缘故 这块显示器支持左右朝向的旋转 以及上下抚养的调节 基本与常见的显示器是差不多的 而在整机外形方面做的的确是有棱有角 全身上下都是一个横屏竖直的线条设计 可能也是为了搭配电竞的风格 但个人感觉实在是有些过于阴朗了 整机绝大部分的外壳都是使用塑料材质 而支架底座的底板则采用了金属材质 拆开之后还能够发现这居然是比亚迪来代工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底座这里 七彩虹给它放置了一块最高支持15W QI协议的无线充电板 这个确实是很实用 平时玩电脑的时候我们把手机往上那么一放就可以了 甚至再过分一点的话 如果你的蓝牙键盘与鼠标也支持无线充电功能 大概率是可以给它们进行充电的 而在主机的背后这个看不见的位置 七彩虹给它设置到了一块RGB的灯板 使用主机自带的iGame Center就可以控制灯像模式 实际体验下来 在黑暗环境下能起到一点点的氛围灯效果吧 也算是有一些信仰家常 聊胜如午 在体积方面 相比传统主机一体积在这一块还是有着明显优势的 首先G1 Plus在集成度方面做的还不错 背后的主机部分并没有过分的大 常人看起来甚至可能觉得它就是台显示器而已 唯一比较遗憾的地方就在于 这样子的一体机内部恐怕是真的再也塞不下电源 只能采用这样的外接电源设计 要知道一块330W的电源 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没有办法做到太迷你 只能说这样的一体机一般来说也不会进行经常的搬运 所以我对于这块板砖的态度算是能够忍受 而在重量方面整机裸重11.86千克着实实不清 而加上电源适配器之后整体就变成了13.13千克 短图搬运会比主机加显示器方便一些 但长途的搬运还是建议使用自带的包装箱 毕竟它还有这块比较易碎的屏幕菜 说到屏幕 就算是一体机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毕竟硬要扯的话 笔记本用户还可以显自己屏幕小 再给自己一个借口来外接一台显示器 但购买了一体机的小伙伴们 不用原装屏幕非要外接显然机使用 那这基本就等同于倒着上楼梯下班走窗户 以及反手玩电脑打游戏 简而言之这事就是合法当有病 说实话 这块大屏的第一观感还不错 毕竟它是一块31.5寸的IPS屏幕 但如此硕大的一块屏配上2K的分辨率 在字体边缘的清晰度上还是有些大果力的感觉 不过为了165赫兹的电竞刷新率 我们也就忍了 这也算是主流游戏显示器的常规参数 在屏幕素质方面 实测色域覆盖可以达到94%sRGB 最大亮度也可以达到433尼特 这两项算是合格的水平 而在屏幕均匀性上也算是差强人意 毕竟还没有到肉眼可见的程度 但在色调响应以及色准方面成绩就不太理想了 前者明显是偏离了2.2标准曲线 而后者平均Delta E只有0.69 蓝色的片色却达到了6以上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由于样机的缘故 我们手上这台屏幕四周有着明显的漏光现象 只能说用这块屏幕打电竞的确它能玩 但如果你要做专业的色彩工作 那还是快跑吧 看了来观自然也想看一看它里面长个什么样子 这回我们也来试着拆解一下这台一体机 拆卸下背板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机器内部还是很工整的 无论是主板还是散热模具 肯定都是七彩虹单独来设计的 在散热这部分 无论是体积还是规格还都是蛮夸张的 认真数一数 上面搭载了4根10毫米的热管 加1根8毫米热管 另外还有两颗风扇 以及上方的一整块散热鳍片 也难怪性能释放要比笔记本强上不少 实测满载风扇双烤30分钟之后 i5-12500H核心温度只有73摄氏度 功耗维持在了53瓦 而RTX3060的核心温度则为73摄氏度 功耗释放则达到了137瓦 此时整机风噪大约为54分贝 而在自动风扇模式下 CPU与GPU的温度则会上升7度左右 此时的温度表现也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而换来的就是整体的风噪降低到49分贝 这个成绩确实要比大多数游戏本的满载风噪低 毕竟从电源到散热模组这两方面 i5版本都与i7 i9共用了一套设计 轻松压制CPU GPU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如果你要使用的也是i5版本 这里我们是推荐自动风扇转速模式 说实话已经是足足够用了 在硬盘方面 G1 Plus自带了一块512GB的SN530 只不过它藏在了主板的背后 1GB测试条件下的读写速度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10GB大文件写入方面 还是会出现明显的调速 而在主板的正面 也是提前预留好了一条PCIe 4.0 X4 M.2插槽 内存使用了两根金士顿3200MHz 8GB的DDR4内存 支持替换 无线网卡方面则用到了一张Intel的AX211支持WiFi6E 这也算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此外在主板上面我们还能够看到 背板RGB灯光的金属触点 设计的倒是还挺巧妙的 而在拓展性方面 主机背后拥有两个USB2.0接口 一个USB3.2 Gen1 一个USB3.2 Gen2 Type-C RJ45网口DC电源接口 以及DP1.4与HDMI2.0视频输出接口 而在主机的侧面 还有两个USB2.0接口 以及两个音频接口 在主机正面的下方 布置着一枚自带背光的开机按键 另外主机的右侧还有三个按键 前后加减按键来控制的是屏幕亮度 而中间这一枚是静音键 这里其实我们更希望它像笔记本一样 在系统内来调节亮度 肯定是会更方便一些 所爱G1 Plus这回也是自带隐藏式摄像头 200万像素720P的分辨率 视频通话的时候勉强够用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这枚摄像头 还支持Windows Hello的人脸识别 就是它识别起来有一点点慢 不过起码是把这个功能给到了 既然这次的G1 Plus主打就是玩游戏 那性能配置肯定就非常关键了 我们手上这台是一个入门款 搭配了i5-12500H加RTX3060 Laptop的规格 说实话 再说到货的第一时间 我也觉得七大红是不是有点太空门了 才发来一个入门款 这台也称得上是电竞吗 但经过了实测跑分之后 真的没话说了 由于整体的散热以及功耗上的优势 G1 Plus的其中这颗12500H的性能 对比比基本平台上的对手 无论是低半级的i5-12400H 还是高一级的i7-12700H 多核性能上都存在着优势 单核方面也是几乎能够赶上12700H的水平了 而在GPU方面支持独显直连的同时 这颗3060Laptop也能最高分配到一个接近140W的功耗 跑了一轮3DMark 整体看下来预估的2K游戏帧数也能够达到7-80帧 不过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实际的游戏场景下它的表现了 在实际游玩场景下 整体帧数只能达到80-90帧 甚至在一些户外场景下帧数还会下降到60帧 这里虽然我们的RTX3060跑得很尽力了 但在这款游戏当中还是没办法在2K分辨率下实现电竞标准 而到了DOTA2这里团战当中最低帧数为120帧 但这里可以看到显卡的占用率明显是没有吃满 看来CPU还是拖了一部分的后退 而到了路亚路当中显卡全程就更加的滑水了 占用率都很少可以突破50% 好在整体的帧数是比较高的 全程维持在了200帧左右 最后在CSGO当中显卡的利用率却出乎意料的不错 全程帧数也基本是保持在了240帧以上 运行起来还是很流畅的 跑完电梯游戏我们也要来看一看3A大作的表现究竟如何 一样是2K分辨率我们先来看的是极限竞速地平线5的表现 在极限画质下3060Laptop显然是有一些支撑不住这样子的强度 最终平均帧只有44帧 将画质调整到超高与高之后 整体的游玩体验才算得上是流畅 而到了古墓丽影暗影当中一样是超高画质加超高光追特效 但这里由于平衡档位的DLSS加持 游戏平均帧也没有特别的拉垮 正正好好60帧算得上是流畅去游玩 剩下诸如《全面战争特洛伊》以及《无主之地3》这样的游戏 最终超高画质下的平均帧也能达到60帧左右 总的来看i5加3060这个版本的G1 Plus 在硬件性能上的确是能够满足大多数普通玩家的电竞需求 面对3A大作的时候也能满足一个60帧的游戏体验 当然在个别游戏当中12500H这颗CPU 也的确会有拖显卡后腿的情况 理论上来说在i7甚至i9的版本上 这种问题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说实话电竞影体积这个概念的确是挺新颖的 但目前来看新颖它不代表足够的吸引 经过这段时间的实际体验 像是G1 Plus这样的电竞影体积 的确它有比游戏本更大的屏幕 更好的性能释放 实际帧数也的确是达到了电竞标准 打起游戏来体验感要强生不少 而相比传统的PC 它也有着更加一体化的设计 如果今天真的咱要搬家了 它会比主机加显示器 再加上一堆线材来的更方便一些 可一旦考虑到入门款接近万元的售价 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我们好像要感觉一下子打扰了 如果给它换一种场景 放到网吧电竞酒店去使用的话 那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更多的优点 比如说它一采购好管理 而且最起码它是防盗的 除非这个不法分子要动你电源的外念头 否则它还就真只能抱着整机去跑路 如果七彩虹真的想让电竞一体 及这种产品形态深入人心 那这条道路还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千万别忘了VR景点一个大大的赞 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小伙伴 也千万别忘了出去说什么能关注订阅 再顺便打开你的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